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根据中共的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说 中共的政治局在3月29号的时候召开了会议 会议针对中央巡视中管企业的成果 声称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成效 但是也坦言存在一些问题 必须从政治上高度重视 严肃认真解决 中共中央政治局29号的时候召开了会议 审议关于20届中央第二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 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了会议 会议指出2022年中共二十大以来 部署展开两轮中央巡视 完成对中管企业的全覆盖 从巡视来看 中管企业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党的建设工作得到加强 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成效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必须从政治上高度重视 严肃认真解决 中管企业是由中央政府或其委托的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行使出资人责任的国有独资 或者是国有控股企业 会议还表示要强化巡视整改监督 盯住重点人重点事不放 建立整改问责机制 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究责任 会议强调国企的重要 称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思想 会议重申要统筹发展和安全 增强优患意识 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 会议并研究了其他的事项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表示 有肖贤士向南华早报透露说 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 已经被任命为 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的主任 有分嫌师认为 这一举动就表明习近平正在向亲信放权 并且寻求形成一个新的权力结构 报道指出 南华早报在星期四 也就是3月28号的时候表示 中共的政治局常委 中共书记处的书记蔡奇 已经接管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有分嫌师就指出 此举凸显了过去一年 中共领导人将更多的责任下放给亲信副手的趋势 蔡奇是习近平在福建和浙江的旧部 2014年他被调至中央 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副主任 在2016年成为中国首都北京的市委副书记 2017年成为了北京市的市委书记 他主政北京之后 展开了一系列的整治行动 例如要求控制人口规模 大规模强拆廉价出租屋 导致极具争议的清理低端人口运动 北京在疫情当中成功的举办了冬奥会 也可能为他的政绩加分 中共的十九大的时候 蔡奇作为极少的个列 以非中央委员的身份 直接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上 蔡奇当选为了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 同时还成为了中央书记处的书记 三位消息士向南华早报投了表示 习近平已经任命蔡奇 为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的主任 最初习近平在2014年成立了这个领导小组 旨在巩固党对网络的直接控制 并且亲自的担任组长 中共的官方媒体新华社 当时曾经报道说 在该小组第一次会议当中 习近平指出 要把中国建成网络强国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同时也要求做好网络宣传 把握好网络上的舆论引导 许多专注于互联网安全业务的上市公司 股价一度飙升 但是外界普遍的担忧 中国当局将进一步的收紧 对网络言论的控制 而2018年的时候 该领导小组扩大成为了委员会 目前蔡奇的任命尚未正式公布 不过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他已经在去年的上半年 掌管了该委员会 学者邓玉文认为 这一举动表明 习近平正在向他最信任的助手放权 并且寻求形成一个新的权力结构 南华早报援引了邓玉文的话表示 习近平亲自负责军事外交和安全方面的重要事物 而李强和蔡奇他们是习近平最信任的亲信 则负责监督政府和党的重要职能 这就形成了一个由习近平领导的紧密的权力中心 而清华大学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治学者就表示 蔡奇的新角色表明 他得到了习近平的坚实信任 习近平将网络安全数字经济等些领域 视为中共生死攸关的问题 2016年中国制定了网络安全法 之后北京以国家安全为由 收紧了有关企业储存和传输用户数据的规定 报道表示也曾经被称作中国网络沙皇的卢伟 2019年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4年 他曾经担任了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主任 2019年中国以法院裁定 卢伟利用职务之变 直接或间接的收受贿赂 共计折合人民币3200万余元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 在3月29号的时候报道指出 在欧洲研发并试飞成功的飞行车 已经将相关的专利技术出售给了一家中国公司 中国正在积极地开发飞行运输解决方案 2021年欧洲企业雷克恩院景 开发的飞行车由BMW的引擎提供动力 利用跑道起降 在斯洛伐克两个机场间成功的完成了35分钟的试飞 而仅需要两分多钟 飞行车就可以完成从汽车到飞机的转换 报道表示 总部位于中国苍州的河北 建新飞行汽车科技公司 已经与雷克恩院景签署了出售飞行车技术的协议 拥有在特定地区的制造和使用权 飞行车的创建者雷克恩院景联合创办人扎亚克表示 此前收购了另外一家斯洛伐克飞机制造商之后 该公司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机场和飞行学校 巴黛指出 中国正引领电动汽车的发展 目前也在积极的开发飞行运输解决方案 上个月的时候 由上海的风飞航空科技有型公司研制的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盛世龙 在深圳和珠海两座城市之间 成功的完成了全球首条 跨海跨城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航线的首次公开演示飞行 根据报道说 虽然飞机上没有乘客 但是在这段驾驶汽车需要2.5到3个小时的旅程 盛世龙在20分钟之内就完成 2023年中国一行公司的电动飞行计程车 获得中国官方颁发的安全证书 英国政府表示 到2028年飞行计程车可能成为空中的常态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 说小米跨界造车不到三年 首辆的SU7纯电轿车在3月28号的时候正式上市 背后脱离不了北京官方的大力支持 小米的董事长雷军表示 这三年如果没有北京市的支持 想要搞定造车是不可思议的 是北京这片创新沃土孕育了小米汽车 官方的北京日报报的说 小米汽车SU7上市发布会在3月28号的晚上 在北京举行之后 雷军做出了上述的表示 小米的总部与工厂都设在了北京 雷军已经连续三届当选了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 以及北京市的工商联的副主席 他曾经出席中国高层邀集的经济产业会议 表态力挺政府的决策 小米汽车SU7上市发布会之后 北京市政府的官网在3月29号的时候 随即发布了小米汽车SU7正式亮相 北京智能制造洁新果一文 文章当中提到雷军表示 他将小米SU7的销售目标 初步定为纯电豪华轿车的前三 放言未来他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 那就是用15年到20年的时间 将小米打造成为全球前五的汽车厂商 该文章并表示作为在北京成长起来的 科技行业领军企业 小米造车无疑也将为北京的新能源 以及高端制造带来新的动力 当前小米汽车70%的零部件 来自金经济的产业链 将带动金经济区域的智能制造能力 与产业升级 中国官方的北京日报记者 参访了小米北京超级工厂之后就写道 在产能爬坡达到了满产之后 该工厂每小时可以生产 约40辆的小米SU7 每76秒就将有一台新车下线 雷军在接受太媒体的专访时还表示 这三年的造车经历 让他越来越感受到 北京仍然是创业创新的握图 过去14年孕育了小米和许多创新企业 这一次也孕育了小米汽车 如果没有北京市政府的支持 三年之内完成所有这些事是不可思议的 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雷军表示他认为北京地方政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表示感谢北京市政府的支持 指小米在昌平建立的手机工厂 在夜庄建立的汽车工厂 这两个都是非常现代化的工厂 投资都非常大 他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带动北京的智能制造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管委会在1月份的时候就发文透露说 2021年10月份落户北京京开区的小米汽车迎来里程碑式的进展 在越来越大期待小米汽车尽快上市的呼声当中 小米汽车2024年上市已经建在弦上 该文章还强调作为引进千里马的伯乐 北京京开区也将全力护航小米汽车的投产和顺利上市 2022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就明确的提到 要推动小米汽车开工 在2023年北京市三个100重点工程清单当中 小米智慧工厂就榜上有名 综合中国媒体的报道表示 小米下海造车并不像外界认为的那般顺利 2021年1月份的时候 应董事会的要求 小米集团才开始认真地研究电动汽车行业 当年的3月30号 小米在港交所公告 小米董事会正式批准智慧电动汽车业务成立专案 雷军亲自下场带队造车 从手机制造商跨界造车 小米在中国面临最大的难题 就是取得生产汽车的资格 2023年11月15号的时候 中国的工信部发布的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以及产品公告 第377批当中 赫然出现小米牌的纯电动轿车 申报企业为北京汽车集团 越野车有限公司 产品车尾标也有北京小米的字样 换言之 小米的汽车最终是借用了北汽的生产资格 根据报道说 叶人士透露北京市以特批的方式协助小米拿到了造车的资格 这是自2017年底以来第四个获得发改委批准的造车专案 小米汽车能够如此快速的拿到资格 北京政府功不可没 一大票新能源汽车企业刚刚开始造车的时候 都只能够找别家车厂来代工 报道并指出 因为北京政府在选址建厂 还评审批生产资格等方面的鼎力支持 小米汽车工厂一期项目于2022年4月份正式动工 2023年6月竣工 顺利实现2024年上半年正式量产的既定目标 与此同时 中国电池龙头宁德时代 也正式发布北京电池工厂 将联手小米汽车与北汽集团投资该项目 小米US7也搭载宁德时代的两款新电池 而小米在3月28号的晚上发布SU7 提出多项号称是优于特斯拉的数据 较震的意味浓厚 公布的售价也比外界预期的要低 起价为人民币21.59万元 顶规性能款甚至压低到了29.9万元 引发了业内的讨论 雷军表示定这个价格就是要比特斯拉的Model 3便宜3万 小米SU7这21.59万元的价格是在亏钱卖 他表示他压根就不考虑价格占这个问题 小米有足够的现金储备来应对未来五年汽车行业任何激烈的竞争 小米汽车上市之后仅仅27分钟就收到了5万张的订单 今年产能已经提前满车 小米进军汽车业掀起如此的热潮 只有华为去年推出5G手机可以堪比 而财报显示 截至2023年的12月31号 小米的现金储备为1363亿元 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有评论表示 小米背后既有政府的大力支持 又有大笔现金可以赔钱卖 面对这样的竞争对手 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想必点滴在心头 解放军演习靶场 疑似模仿台湾总统府附近的街区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在本周早些时候 中国疑似在内蒙古 模拟台湾总统府周边景物的图片 在社交媒体当中流传 引发了包括美国媒体在内的广泛的关注 而台湾的国防部也就此做出了回应 根据美国商业内幕的信息表示 星期四也就是3月28号的时候注意到 本周早些时候 中国疑似在内蒙古的阿拉善蒙沙漠地区 模拟台湾总统府周边 博爱特区景物的图片 在社交媒体当中流传 根据该网络媒体的评论说 同之前的其他模拟场域一样 该模拟场域似乎表明了 中国的意图和重点 尽管其用途尚不得而知 商业内幕的报道指出 中国经常采取咄咄逼逼人的胁迫行为 令邻国感到担忧 目前该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集结 和推进军事现代化 而且从未放弃使用武力 统一台湾的选项 台湾媒体中央社在星期三的时候 就曾经报道指出 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当天 就相关的模拟场域的图片 回应表示 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对方有什么设施 有能力范围之内 能够模仿绝对模仿 邱国正还向媒体表示 假如国军有这个能力以及场域 国军也可以模仿某一个地域 来演练侵扰等等 而台鹏防卫作战是防卫性质的 所以外界对台湾没有很多的模拟场域 这是必然的 国军不会轻忽 共军这样摆设之后 就显示出重点在哪里 至于中国军方在靶场设置 博爱特区警务 是否为了演习斩首 邱国正认为 模拟特定地域彰显出了这个企图 但是不完全如此 可能有很多的企图 但是不见得能够充分的摆设 他补充表示 早期中共也模拟台湾某个机场 都会区 国军都严阵以待 报道指出 因为制作中国解放军军事基地 及设施地图 而广受关注的台湾人 约瑟夫文 本周早些时候 分别在社交媒体X以及脸书上 发布了卫星图片 表示朱日和市总统府 这一次内蒙古阿拉扇左旗的布景 准确来说是博爱特区 阿拉扇的比较像是炸射靶场 这名军事迷提到的朱日和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查布市 四王子旗和西林郭勒盟 苏尼特幼旗境内 被中方称为是亚洲最大解放军最先进的 陆空军军事训练基地 早在2015年的7月份 中国的官方媒体中国的央视就播出了有关于解放军 在朱日和基地的军演画面 其中解放军模拟进攻移动形状 类似台湾总统府的建筑物 引发了台湾方面的抗议 而中国国防部则回应表示说 这仅是年度例行性的军事演习 并没有针对任何特定的目标 而2017年的7月份 中国的央视播放了朱日和基地阅兵仪式的画面 背景当中再次出现了貌似台湾总统府的建筑物 台湾总统府的发言人黄崇燕就此表示 类似具有针对性的威胁挑衅 不是负责任的做法 不仅徒增台湾人民的反感 国际社会也不会认同 而上个星期的时候 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阿奎利诺 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就指出 各种迹象都表明 解放军正在按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指示 做好在2027年具备武力犯台能力的准备 而这也并非是美方首次做出这种预测 报道说 解放军和中国海警近日以来 在台海周围动作频繁 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早前 在立法会接受质询的时候就被问及 针对中国对台动武相关的问题时 他表示 他表示由军方着眼已经兵临这个状况 不过台湾民意基金会日前公布的一份民调 却显示针对其欧国正所说的 现在已经濒临这个解放军对台动武的状况 有37.1%的受访者表示有同感 有50.4%的人表示没有同感 好 再来看一下英国捷克县部长级的高官 曾经是中国黑客攻击的目标 根据法管的希西表示 据政客新闻网欧洲版的报道表示 捷克的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 以及英国的欧洲事务国务大臣加尼 是本周揭露的中国网络入侵活动的目标之一 报道表示 本周早些时候 英美等一些国家揭露了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黑客 发起的2021年网络攻击活动 美国司法部发布的一份起诉书当中表示 英国对这个名为APT31的黑客组织实施了制裁 称这些黑客与中国国安部有关联 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还表示 2021年APT31向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的 400多个独立账户发送了1000多封的电子邮件 试图收集其成员的互联网活动和数字设备数据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是一个 由约33个国家和欧洲议会超过250名各国跨党派的国会议员组成的国际组织 目标是为了关注并且改革各国的对华政策 报的指出上述袭击目标包括了英国欧洲事务国务大臣加尼 他在袭击发生的时候是该联盟的成员 本周二被任命履新 另外捷克的外长利帕夫斯基也是该组织的成员 利帕夫斯基向政客新闻网欧洲版表示 这恰恰证明了他们在安全战略当中的评估 即中国日益武断是一个系统性挑战 需要与我们的跨大西洋盟友协调应对 据悉相关的网络攻击发生在利帕夫斯基 担任外长前一年左右 加尼曾经在2021年7月份的时候向英国议会表示 中国入侵了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账户 并且呼吁英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 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还表示 中国黑客瞄准了43个英国议员的账户 其中大部分是该组织的成员 在受邀回应的时候 加尼并没有否认 他是这场网络攻击活动针对的政客群体之一 英国外交部没有及时的发表评论 美国检察官在起诉书当中表示 该中国黑客组织至少从2015年开始 就已经对美国政府和政治官员进行了网络攻击 包括冒充美国的知名记者 诱骗受害者点击链接 提取他们的行踪和数字设备的信息 这些黑客在其他针对美国的活动当中 使用了更有害的软件工具 其诉书没有说在2021年 针对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的 电子邮件活动当中 对欧洲目标使用了这些工具 欧盟尚未发表任何的公开声明 承认美方起诉书当中 详细说明的对欧洲立法者的影响 而是发布了一份声明 表达了对英国的声援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欧盟官员表示 仍然在调查美方的说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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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